在接下來的七十二小時裡 我打算把自己 關在這全白的房間 來跟自己好好地相處 我感覺我才睡一小時了 真的太亮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著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現在 聽覺變得好敏感 我現在只要聽到弟弟的聲音 就變得超煩躁了 對 這個 就這個 是我換聽嗎 煩躁 我覺得我距離感變怪怪的 我站在四步外的距離啊 感覺它是 六步的 就差兩步左右的一個 距離違和感 我想說這個距離到底過多久了 十小時 二十小時 要走去 在接下來的七十二小時裡 我打算把自己關在這全白的房間 來跟自己好好地相處 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有病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之後 我變得不喜歡跟人相處 我只喜歡跟自己講話 但我後來發現到 即使每天都愛跟自己對話 我也沒有那麼地了解我自己 所以今天 我想藉由在這個全白的房間 待七十二小時 不能用手機 只能跟自己相處的一個情況下 還好好地探索我自己 OK 來吧 現在的時間是 三月二號的星期三 然後是十二點二十七分 正常來講 下次見到你應該是 三月五號的十二點半 那在這七十二小時裡面呢 就是我 我們不會跟你有太多的互動 你所有的食物換洗 然後上廁所全部都在裡面 可以 那你等一下一進去開門 關起來 我們就會把門鎖起來了 好 來啦 我要進去囉 Oh my god 所以 我接下來 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 完全都在這空間了 這邊是我的生活用品 然後它全部都是白的 然後這是我睡覺的床 等拖鞋 還有一隻全白的貓 然後 這個是我上廁所的空間 好啦 因為都在這全白的房間了 我還特別準備了白色的衣服 我認為這樣比較有儀式感 OK 我們來換衣服吧 欸 欸 欸 你知道嗎 我發現換完這身衣服之後 很有那個制服感 欸 我現在好興奮喔 這兩顆燈真的有夠亮的 你們知道嗎 它們是直接射到我眼睛裡的 天啊 真的會讓我沒有 日夜的感覺 好吧 這是我今天的 來到這房間的第一餐 可是裡面有線耶 太酷了吧 等一下 我覺得我可以在那邊活一輩子 XX 無聊 欸 我發現啊 在這個床上的 壓迫感是最強烈的 其實啊 我很像還沒有跟別人分享過 就是 你們也知道我發生過 一件蠻大的事嘛 就是我的裸罩外流 但是其實 我跟你們老實說 我在裸罩外流的第一天啊 我就想開自己玩笑 只是那時候 不妥啦 很多人都問我 為什麼我是那麼樂觀 呃 理論上我是個沒有情緒的人 我是為了這顆鏡頭 我才會把我的情緒放大出來 但是難免有時候啊 是真的有時候 我就會突然感覺到很難過 我就開始想哭 或突然感覺到超級煩躁 生氣倒是還好 而這時候就會突然 有腦中有另一個聲音跳出來 就是會跟我自己講說 欸 劉璇劉璇加油 噔噔噔噔 還是這樣跟我講話 我知道了 閉嘴啊 但就有另一個我 我會跳出來安慰我自己 然後另一個我是沒有名字的 他沒有名字 我感覺我才睡一小時啊 真的太亮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著 放得去一躺 我覺得我沒有睡好 我發生做這種挑戰啊 睡覺之後 你的整個時間感到會迷失掉 我要去廁所 我快要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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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廁所 我感覺應該有七小時嗎 等一下 如果是七小時的話 現在應該是七點半 晚上七點半 欸 我感覺真的蠻簡單的欸 通常一個人類的極限是24小時嘛 然後我現在已經過七小時了 放火現在確實在某一些疾病 精神科相關 精神科相關的疾病呢 確實都有那麼一點點的傾向 那它的傾向的指數 我老實說也不會說到非常非常低 十分最慘 零分沒有 它可能都在兩三分 兩三分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會因為這個過程 變成六七分 這是我會擔心的 噗X 你們聽得到嗎 那樣從那邊吧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現在 聽覺變得好敏感 我那樣只要聽到一滴聲 就變得超煩躁了 哼 怎麼可以那麼吵喔 天啊 對 這個 就這個 是我換聽嗎 煩躁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因為 在一個空間待久 你會變得很敏感 所以 對一切的事情都會變得很煩躁 好大聲 看那個電源恢復了 我有個感覺超強烈的 就是每次我只要 我只要眼睛睜開來的時候 我就感覺我 我不是回到現實 我是回到夢中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我 夢中的才是現實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的狀態比較有點 一半在睡覺 一半在幻想 很奇妙的一個感覺 我覺得我目前還沒有 表解到我自己了 接下來啊 我想要試著跟自己 多對話一些 你就這樣 我覺得我距離感變怪怪的 我站在四部外的距離啊 感覺它是 六部的 就差兩部左右的一個 距離違和感 我想要出去到底過多久了 十小時 二十小時 二十小時 要出去 莫斯無地鐵進攻 我剛發現到 我有一點點想要出去的內套 一點點 很小 但是 這是我從挑戰到現在第一次游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想要出去玩呢 還是是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無聊到我真的想要出去玩 各位 我要冬眠了 晚安 天啊 我知道要幹嘛 現在好浮躁喔 基本上放火它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會逐漸的 開始因為疲倦 然後是非分明不了 黑白分明不了 它可能會開始產生一些 放大自己的身體裡面的對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幻覺的產生 那如果經歷這個過程當中 它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我擔心其實它可能會 真的也會有 身體上面明顯的影響這樣子 我覺得我失眠 剛好覺得我眼影 眼影犯的超嚴重 我通常如果睡不著或失眠 我就是去看角色嗎 或者是抽煙發呆 這邊不能抽煙 我現在預估 應該已經過了 我不知道40小 同時的我也會很懷疑我自己 你知道嗎 還是其實才過24小 如果按照我的時間線來算 40幾小 再睡一整第二就撐過去了 你幹嘛 我喝了40次40歲了 然後吃飯吃70次了 那應該超過24小時啦 因為大家一直說24小時很難 我又覺得24小時我到底過了沒有啊 好煩躁 真的好煩躁 喂 我快大出來了 我不想上廁所 我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在軍頭 就很上廁所 我感覺這挑戰有快完成了 所以我就越來越急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我要趕快睡著 這樣我睡著起來就快就離成功更接近一步 但因為是這樣我又睡不著你知道嗎 我要睡著 我覺得這一餐應該會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餐 我感覺啦如果我沒算錯的話我希望我算對 欸放火 嗯 我跟你溝通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原因 你可不可以老實跟我講 你現在目前的心中 不要給我逞強 因為其實你發生很多事情嘛 然後你一直想要去逃避人群 所以我就做一個完全逃避人群的環境給你 你感受完之後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很好啊 等一下 太突然了吧 我成功了 我不管 我要說 我成功了 今天是3月2號 下午2點 在這72小時中 我經歷了興奮 不安 自我懷疑 跟變臨崩潰 但也在這過程中 我一步步的接近了自己的內心 我更加認識了放火這個人 或者 更準確的說 我更加認識了李玉群這個人 某些部分讓我感到釋懷 也有些讓我感到 硬壓 無論如何 我想我有更加喜歡 也更能接受真正的自己 其實 可能只有一點點 希望你們也是 我更加刿意嚴重了 我會搶上